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不是非常的可爱呢 像一个小娃娃 但是我们的BB超人啊 是超人里面唯一的人类哦 他就是baby 所以所以他叫BB超人 我们BB超人是哪里散步的呢 哦 原来他要到这个小河边散步 他走啊走啊走 还没走到小河边的时候啊 天空啊 发生了一个音乐 什么音乐啊 好好听哦 让我们听一下吧 然后从天空伴随着音乐 掉下了一个巨型的 钢琴机 哦 我们的BB超人吓了一跳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哦 我们的BB超人 这个音乐竟然跳起舞来了 哈哈哈哈 这都吸你 哦 这个大机器竟然发出了声音 这是什么机器啊 BB超人好好奇啊 不仅可以发出这么动人的音乐 还能够说话 那让我们去问问他 他是干什么的吗 这时候啊 我们的BB超人啊 排到了这个大大的机子旁边 他左瞧右瞧 看到上面的白色镜 他又好好奇 他就嘟地按了一下 他当一下 吼 吓了他一跳 因为他刚刚按上去的时候 出现了谁 是的 我们可爱的继绝小子的妹妹 蓝红蜻蜓呢 啊 刚刚蹦出来了 所以他说 难道这个大机器人 绑架了所有的可爱面包超人 他说 我要救助他们 我们的BB超人决定要救出我们 继绝小子的妹妹 啊 红蜻蜓 可是这个大机器真的绑架了我们的红蜻蜓吗 让我们的BB超人再去问一下吧 我们BB超人左瞧右瞧左瞧右瞧右瞧 这个时候我们这个大机器说话了 我才没有绑架你们谁的朋友呢 我只是一个快乐的钢琴机 只要你轻轻地弹奏我 就可以变化出你平时喜欢的人哦 哦 他说会变出平时BB超人喜欢的人 那么BB超人喜欢谁呀 哦 我们BB超人喜欢红豆面包超人 他也喜欢我们的吐司面包超人 他好像也喜欢果酱爷爷呀 他好像也喜欢奶油妹妹 哦 他好像不喜欢咖喱面包超人 哦 他喜欢 红蜻蜓 也喜欢细菌小子的妹妹 红蜻蜓 哦 可是他就偏偏没有弹奏我们 咖喱面包超人和细菌小子 看来我们的BB超人并不喜欢他们两个呀 那怎么办呢 没关系 现在就请我们的BB超人 给大家弹着一曲非常动人的音乐 这样的话 不管他弹到哪一个 我们啊 可爱的超人们都会蹦起来 给我们的BB超人跳舞哦 好 现在就用BB超人为小朋友们弹奏一曲吧 好 音乐响起咯 先预备 让我们的BB超人先不那么紧张 所以他要先点一首好听的音乐 那么现在听哪一首呢 听这一首吧 听这首吧 哦 又发出了一个动人的音乐啦 实在是太好听了 那么现在就让我们的BB超人来弹奏一曲吧 这样我们的BB超人给小朋友们带来一首小红帽吧 那么谈谈姐姐也会帮助我们的BB超人谈哦 那么就开始咯 可能我们BB超人谈得不是很好听 小朋友们一定要多多包容哦 那么就开始咯 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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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